詞曲 李宗盛 梦想走过 寂寞深处 竟然有不变的温度 蜘蛛的心 步履藏挫 娇小的路 飞扬尘土 爱恨看过 人间无数 竟然有满怀的倾诉 竟然有满怀的倾诉 谢谢大家 刚才能拼死护着我和学文 不过我们沈家再也帮不了你们了 你们还是走吧 小姐 小姐 我们要留下来 照顾你和少爷 我们沈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粮食 刚才我还是迫不得已才撒得谎 你们也看到了 其实沈家现在每天也都吃的是喜粥 真的救不了人吗 真的救不了人吗 这么多年来 承蒙各位对我们沈家的照顾 我们沈氏姐弟 再次向各位谢谢了 连累了大家 跟着我们姐弟一起受苦受累 抱歉了 大家也明白 我沈湘林 也是个快要死的人 小姐 小姐 就是没有粮食 我 你要守着小姐和少爷 我知道 小姐的病很严重 我还是知道 沈家已经没有粮食了 可是 我守在这儿 至少小姐也会走得安心些 那也好 刘三 谢谢你了 大家下去吧 唉 走 姐 我们家里有粮食 真的 咱们家有密藏的粮食 到处都是 真的 小姐 真有密 小姐 真的还有密 柳三 快堵上 沈家真的还有密 沈家真的还有密 学问 你怎么知道咱们家有密的 这是丁和我的秘密 逃难的时候就告诉我的 他说这是沈家的根基 可我觉得唐德如果没了 也就没有沈家了 只没想到 我爹竟然还留了一手 姐 你都把咱家的粮仓卷出去了 我觉得我不能再仓私了 所以我也要把家底拿出来 姐 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对 许文 你做得太对了 刘三 跟我一起去一趟新政府 我去备车 不用 开车目标太大了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抢东西的灾迷 咱们走路去吧 小姐 你的身体 不碍事 好 什么 你真有粮食啊 起初我也不知道 是我爹秘密留给学文的 本想着在信我们沈家的家底 现在学文全拿出来了 这孩子真懂事啊 小小年纪 在国难面前能这样做 让人感动 让人佩服啊 现在唐德这种情况 是个中国人 都会站出来出把力 不像有些人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让人心寒 沈小姐 你为唐德做出了巨大贡献 你看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知乡邻者 县长也 我的确有一个要求 你说 全 如今唐德的宅民四处暴乱 若想平息 唯有粮食 魏县长 必须把所有的权利交给我 我才能拿出粮食 平息暴乱 好 我交给你 让刘民四处和张局长来一下 报告 将军阁下 成立电报 好 和平安要带到城防图前来投降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 将军阁下 和平安不可相信 这城防图就更加不可信 不不不不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是真的 我们都要全力的证据 将军阁下说得是 给藤原密山发电报 好的 沈小姐 我把它交给你 我放心 你们二位听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 把县长这个权利 交给沈小姐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听她的指挥 是 沈小姐 那以后要多多关照了 希望早日带我们走出 唐河的困境 一定 沈小姐 疼得 败托你了 瑞县长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好 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踏踏实实地 住院了 我一定竭尽全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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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夺的城防图 对我们非常重要 将军阁下亲自下达之令 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争取和平安 怎么争取 说真心话 我不相信和平安 毫不避讳地说 我害怕这个人 一次次的暗中交往 我都输给了他 甚至 连我的弟弟藤原京虎 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每次我都以为 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可是他只要有一根小手指 抠住了悬崖边 他就有本事翻上来 亚斯拉那和平安 都不得来 快去宣家 宣家 宣家 来来来来 快去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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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家 宣家 快去宣家 宣家 什么 宣家怎么还有粮食 不对啊 沈家的前后我都查过了 就连沈湘陵 现在都在喝米汤 怎么还会有粮食呢 沈湘陵和平安 都是深不可测的对手 跟我逃学 我先 先约会慢的 敢不敢 尝尝 你可好喝了 可好喝了 你喝啊 我就想让你喝 我就想让你喝 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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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明 那朵荷花 看到了吗 那一朵 给我采下来 敢不敢 帮我 帮我 帮我查清楚和平安 到底是不是罕见 是罕见 我很爱他 我很愿意嫁给他 但我不能接受我爱的人 是罕见 所以我要查明真相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我说过 他不会见你 我见不到他 我什么也不会说 你说不说 无所谓 你身上的老爷 就是铁证 我不需要口供 一样可以定你的罪 就算是要杀我 也要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吧 为你的心上人担忧了 我用不着借回什么 我心甘情愿地为你们做事 就是希望将来成活的时候 你们放过沈香林 这个人的确很有魅力 就连我在他跟前的时候 都想保护他 你放心 我不杀他 还有 我听说 沈香林身上的病毒 你们有办法 你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何平安 对吗 厉害 真的厉害 何平安才是我真正的对手 他跟你说 就职沈香林 也是他投降的目的之一 对吗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想 我 我认为何平安他 你敢动了 不 你不只是敢动 你是心动了 你的心 被何平安击中了 我不太懂 你说这话的意思 你懂 你也是个聪明人 我和弟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展现出 两种不同的天赋 他擅长身体的力量 直接有力 无剑不摧 所有的武器一看就灰 而我就不行了 父亲从来就偏爱警虎 而我 因为身体孱弱 在武士之家 极不被重视 还经常遭到别人的欺负 从来都是警虎 维护我这个当哥哥的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废物 我发奋的努力 可不管怎么样 我的身体 都无法与警虎相比 于是我另辟细情 注意观察人的精神 我发现 精神的力量非但不弱小 而且比肉体的力量更强大 比如你 刘桑 你就是我洞悉 内心能力的最好招 我抓住了你对沈相灵的爱 还有对和平安的嫉妒 成功地让你成了我的人 这一点 我很自得 这跟和平安有什么关系 和平安和我一样 也抓住了这一点 他想利用沈相灵击垮你 不 是击垮我 击垮我 在你内心建立起来的世界 你要知道 唐德是保不住的 破城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你不要心存侥幸 和平安 你可真是个 不会让人寂寞的对手 虽然我不相信他 可将军的意思 让我们接触他 甚至暴露我们的身份 不许一切拿到乘风度 那要怎么做呢 我先不能露面 与其解除 他已经看穿你了 你在他面前是藏不住的 与其说德德善善 倒不如大大方方地 把他带出来 告诉他 你就是我们的人 带来见你 不 还不到见我的时候 他必须先做一件事 来表明对我们的忠诚 什么事 杀人 于市长 魏九峰 柴志欣 无论哪一个 只要他亲手 杀了他们其中的一个 才能带来见我 好了 我要到沈家去看看 你收拾完电台 就准备去见和平安吧 是吗 是吗 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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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 沈小姐说了 她愿意拿出沈家的粮食 给大家吃 粮食那是活命的粮食 但是不能给一个人吃 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排队 听见了吧 都排队 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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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文 准备好了吗 害怕了 你要记住 你是沈家的当家人 早晚都要面对这一切的 要勇敢起来 姐 还是你来当家吧 不怕 怕什么 有什么可怕的 你忘了吗 姐姐是不能当家的 姐一旦当了家 就不能嫁给何大哥了 快 快走 快 快 走 大家不要乱 大家不要乱 别人不会打过来的 快 快 爹 快走 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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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我来陪你 薛文 走 快 快走 快 大家去江边 大家去江边 都能我们就安城了 快 何先生 我感觉到了 你对我女儿有益 如果你想成全这份行业呢 就帮助祥林 把沈家扶持起来 把薛文抚养成人 把薛文抚养成人 到时候 你们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不过 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 我就是做鬼 也饶不了你 列祖列宗在上 沈家第九代孙学文禁告 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爹死了 哥哥们也死了 就剩下我和姐姐了 姐姐身体有病 可能也活不长了 我就是沈家最后的传人 沈家的规矩 我说了算 我说怎么改 就怎么改 姐姐喜欢何大哥 就和何大哥在一起 想离开唐德 就和何大哥一块走 我记得 我来当家 姐姐和何大哥只管结婚 好样子 开门 我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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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有粮食 我们抢啊 冲啊 快抢 你们给我听着 我就是沈家的当家人 我的话就是规矩 我们要是规规矩矩矩的 我们沈家的救人 要是不规矩 我就下来开枪杀人 沈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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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我们小姐准备了米饭 我现在就带你们到厨房 沈小姐真是仗义 我们愿意为她处理 沈小姐是女中豪杰 跟着她我们都有救 谢谢 有你们护着 小姐一定会风凶滑击 停 停 何平安 是 跟我走吧 我跟刘主任 已经相谈清楚了 我要留在这里 等日本人来找我 那就跟我走 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 我得留在这里 我得求日本人 救小猴子和乡林 安全 是吗 我不是很 Gone 都 not 警察 都不可能 走动 为什么晚上你会出现 你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目的 三星团理智最近 为什么你会赶在他们之前 先到 或者说 是你炸的弹药铺 如果何必还是奸细 我是说如果 他提出分头行动 是为了配合前来破坏的同党 放早奸细 谁来负责 既然刘主任不相信我 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什么办法 抓究了 谁都不决定 让老天爷来决定 我们谁去哪儿 我不同意 魏县长刚才说过了 这是儿戏 原来你 日本人 知道你要投靠他们 城里的负责人想见你 我带你去 之前 你故意跟我说 你要投靠他们 要请日本人 只有下令还有小猴子 不就是想把这些话 让我传递给他们吗 其实你早就知道 我是罕奸了对吗 何必要装作 这么惊讶呢 我惊讶的是 堂堂三青团的主任 义气风发 前途无量 不像我 拼死拼活地 却受到了那么多 不公道的待遇 自己的儿子 还落在了日本人手上 谢谢道家 谢谢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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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沈家给大家的粮食 大家千万不能忘了 让沈家大恩大德啊 谢谢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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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沈家还有粮食 这样的话 唐德不就乱不起来了吗 那怎么办 心态思路可以自由 没有 别担心 很快 就会有人让唐德再乱起来 是不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你的把柄 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要歇你不能后悔 是 也不完全是 多少次我面对于市长 还有危险长 我都想自首 可是我没有 就这样越走越远 直到今天 日本人除了那幅城坊图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要你杀一个人 谁 律师长 柴参谋长 魏县长 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 好 我答应 谢谢 谢谢沈小姐 谢谢 谢谢沈小姐 谢谢 谢谢沈小姐 谢谢沈少爷 都排好队啊 每个人都有份 谢谢沈小姐 谢谢沈小姐 小姐 少爷呀 你们真是活菩萨呀 老天爷会保佑你们 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 大娘快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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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香 你怎么了 在 快 把她抬进去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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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温 盯紧点儿 嗯 嗯 甯 小柳 平安 这些天 我一直很担心 我担心你会恨我 我恨你 我知道 我那样做 一定会让你很伤心 可我一直都很坚信你不是罕见 但为了能够抓到真正的坚信 我不得不那样做 那天 婆说了很多让你伤心的话 其实我的心也都碎了 可我突然在想 如果因此 你会真的恨上我 忘了我 那等我死了 你就不会太伤心了 你就会继续活下去 可我现在看到你 会忍不住吗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很担心你 可现在 我又开始害怕了 害怕什么 害怕你会真的恨我 害怕我会失去你 害怕等我死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恨你 不是因为你说我是罕见 而是因为 你让我觉得很害怕 你害怕什么 项链 你知道吗 在遇见你之前 我根本没有害怕过什么 我十几岁就跟着贺龙将军 打土豪 杀鹤霸 闹革命 我敢一个人上山 挑战整个寨子的土匪 那时候的我很简单 只有热血 只有不顾一切的信念和勇敢 却没有依恋 没有畏惧 那现在呢 现在我遇见了你 爱上你 我开始害怕 爱不是能给人勇气吗 爱能给女人勇气 却能让男人成长 就像小孩他不知道害怕 直到他跌倒了 受伤了 觉得疼了 有了教训 他就会害怕 我也一样 有人曾经问我 有没有因为爱而嫉妒我 我说 我没有过 那是因为我之前 没有真正爱过 是你第一次让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人生原来是这么的美好 有了依恋 我就开始害怕 傻孩子 你害怕什么 跟你一样 害怕 害怕你不再爱我 害怕我会失去你 害怕自己会死了 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小灵 你说你希望我恨你 这样万一你不在了 我就不会伤心 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没你的信任 我只想死 所以 如果你真的永远离开了我 我怎么还能有勇气活下去 你一定要活着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 你还得救唐德 得救城里所有的人 那你就帮我 那你就帮我 愿我不要害怕 愿我有勇气 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在我身边 一起陪伴我 相信我 给我勇气 给我力量 如果我错了 你揪着我 如果我伤了 残了 你扶起我 再上战场 如果我 我战斗到死了 你要为我 收拾好尸体 把红旗 覆盖在我身上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多答应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给你勇气 做你的战友 妻子 你也要答应我 你要好好地活着 陪着我 做完这一辈子 我答应你 有没有 你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好 县长 你怎么又在看你的地图啊 来 给您要 好 县长 您今天的咳嗽好些了吗 我咳嗽了吗 我没咳嗽啊 那太好了 照这样下去 县长您的病马上就会好了 那县长您好好休息 别累着 好 你说什么 这是刘世明传达日本人的命令 我必须要杀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才能见我 刘世明是汉奸 这是已经肯定的事了 咱们就抓他 让他说出来到底谁是日本奸细 当初凤老板也见过奸细 可魏县长带着凤老板 把整个城都找了一遍 结果怎么样 奸细像消失了一样 这件事不是小事 还是得找魏县长拿主意 好 我现在就去找魏县长 平安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我自己去 哪怕跟你在一起 只有一分钟也是好的 好 走 来 慢点啊 已经到了 妈妈看一下门 谢谢啊 小真 看看谁来了 大哥 抓紧时间留 我再问你盯着点 大哥 你终于看了 你的伤势好一点了没有 大哥 你终于来了 看到大哥怎么不高兴啊 哭什么呢 还是伤口疼啊 大哥 我把小猴子给弄丢了 他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我 我没脸见你 我都知道了 不怪你 我想去求师父去救小猴子 可是 所以你又去了山寨 没关系 不用担心 小猴子的事 我有办法 大哥 你有办法去救小猴子 有办法 大哥 他们这几天都说 说你是汉奸 那 你会不会相信你大哥是汉奸 不是 大哥杀死了藤原警虎 绝对不会是汉奸 肯定 肯定是他们误会你的 你该你跟他们说清楚啊 跟他们说不清楚 也没必要 只要小妹相信大哥不是汉奸 大哥就开心 可是他们去抓你 害你怎么办 不行 大哥 没事 你想办法去证明 不用担心 不会有事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的伤势好了没有 同时也告诉你 大哥不是汉奸 不要为我担心 来 坐下 现在大哥得去办正事 得把小猴子救出来 你就安安心心地在这里待着 等着我 把小猴子带回来 好吗 听话 别让我担心 好 好 船长 有件事得向您请示 你说 杀人的事 这不是刘世明的枪啊 这不是刘世明的枪啊 你要杀他吗 日本人 让刘世明向我提要求 让我先杀一个人 谁 于鹏城 柴志欣 还有你 其中一个 沈小姐 我得感谢你啊 你控制了灾民 发放了粮食 拯救了唐德 魏县长过奖了 只要有粮食 魏县长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不不不不不 我做的不如你 我说的是实话 当初我这个县长 跟你们这些良商们斗 没意思啊 我现在想想 当初我错了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死了 我一定要把县长这个大权 交给你 不不不不不不 魏县长 你不会死的 我有办法 我谁都不杀 一样可以找到奸细 你们两个不容易啊 年纪轻轻 恩恩爱爱 还是什么啊 说着共生共死 有几个能做到啊 我为母人这一辈子 是没有做到啊 这个 bully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